新闻時間 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超級杯 2月13日在洛杉磯英格伍德的SoFi體育館舉行 五大洛杉磯縣警局 以及洛杉磯市警局的2500名洛杉磯警員及警長 因為新冠感染、患病或被隔離 對於警力的安全部署造成重大影響 超級杯臨近 洛市洛源2500警員卻因新冠離岗 每年美國橄欖球聯盟的超級杯 都是一件全國城市 今年的超級杯難得在SoFi體育場舉行 賽前賽後的系列賽事和慶祝活動通常持續兩週 被洛杉磯帶來巨大相機 但洛杉磯警察局局長米歇爾摩爾周二表示 病毒對警力的部署產生重大影響 洛市警局有1300名員工因新冠相關原因 已暫時離開工作崗位 其中一些是要照看家人 而洛杉磯院警察局亦有1200人離岗 摩爾說 儘管有83%的工作人員接種了疫苗 但突破性病例激增 其的前線同盟職人員 仍有一半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過去四週內 洛市警局有2000人員測出陽性 洛杉磯市警局有12200名前線同盟職人員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 洛市警局以5083名前線同盟職人員 測出陽性 最近一波的激增中 前線人員的感染遠遠超過民職人員 摩爾表示 警局目前不必採取其他措施 以來應對因新冠而減少的人手 接下來的十天中 將會非常仔細地查看人員恢復的能力 以便滿足未來一段時期的需求 與此同時 洛杉磯院警局亦面對同樣嚴峻的挑戰 截至週二 有1204人因感染而隔離 其中包括845名在第一線的人員 雖然洛市警局已經對未接種疫苗的人員啟動了終止程序 但洛杉磯院警局局長維拉紐瓦一再評擊洛杉磯對員工的疫苗令 他說他不會強迫他的手下接種疫苗 並警告說疫苗令將引發該警局人員大規模離開 天下衛視天七報道